云林北港镇工艺坊邀请了全台38名工艺师 创作出跟猪相关的创作工艺品 其中有木雕珠 水墨画珠 拼布珠 另外还有相当特别的米果珠 以及迷你精致的铅笔新雕刻珠 让民众大饱眼福 木雕做的珠 油画画的珠 还有拼布珠 各式各样的珠创作 让民众看得是眼花缭乱 其中最特别的还有这个 相当精致迷你的铅笔新雕刻珠 以及可以吃的米桂珠 这都是用煮笔来做 米桂也来做 所以它其实真的可以吃的 对 另外还有陶艺 纸雕 绣花 捏面人等珠工艺作品 每一件展出作品都相当的精致 栩栩如生 让民众看得是大饱眼福 你的作品都不一样 有茶匙的 手勺的 拼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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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拼的都不一样 其中还有这个以减年制作而成的珠八戒 他的手里拿了一个镜子 镜子的角度是斜的 工艺师会这么设计 其实是有特别的含义 师傅姐说我们人不需要自己碰到 其实我们自己照顾 其实有时自己也有点像珠八戒 我们不要太吃蛋 云林北港工艺坊每年都会以生肖为主题 举办展览 今年是珠年 特地邀请到全台38位工艺老师 创作出和珠相关的工艺作品 每件作品都让民众相当惊艳和赞叹 结果任意云林报导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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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